好,接下来我们从印度问题 回来看回来美国的问题 现在美国针对的疫情已经有非常良好的控制 目前美国已经施打了超过2亿2千万的疫苗 这对于总人口只有3.2亿的美国来说 基本上到6月要完成9成的美国人都施打过疫苗 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 在这个时候 美国也不会全力的持援印度 这就非常合理的 因为什么?行白理者半九十 最后一礼路 拜登是无论如何都要把他走完的 而美国的问题现在已经不再是新冠疫情了 在过去我们一年的时间里面都在关注什么 美国的疫情对世界局势的变化 这期开始美国就可以卸下这个重责大任 妥善的走向下一个里程碑 这个里程碑的起始点就是拜登的百日就职演说 这个演说关乎在美国整体的营运策略 以及未来的经贸模式的转面 真的可以说是一个注定会名流侵蚀的历史性演说 当然中国也是一样 为什么?因为这场演说 拜登言必称中国 所以中国在西方世界也会变成一个流传下去的历史传说了 而美国的大基建建设这些计划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 无论是高科技产业或是军工产业 甚至下放到的地方的教育产业 包含了社区大学的补贴 中学教师的重新认证 幼儿园的入学补贴 整体来说拜登的施政难途 无疑是美国近年来最伟大的施政策略 以这个构奖来说 拜登可以说是近50年来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也不会过 只要政策能够得以施行的话 美国的政治体制 从小螺丝服的大政府时代 到雷根的小政府的大资本家时代 里面最大的变化就是地方首长的权力 开始大范围的扩张 内部和平的国家 地方派系的割据就会如此的明显 整个白宫的周天子化 基本上也是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时间 而现在拜登要终结了这个周天子的时代 该走向秦朝的复国强兵策略 这个不能不说 是美国再次一个再次伟大的一个契机点 但是地方的群雄愿意配合吗? 拜登的四年任期 纵使他的预算以及施政措施 真正到了2023年 可以顺利的把这个预算下放 获得百姓的支持 让他可以顺利的再次获得提名 继续选下去 那么届时拜登是不是还活着 他都已经进入了82岁的高龄 真的可以连任 也相信他也没有这个力气去治国了 不光是乾隆皇帝不行 拜登老先生也是不行 那么争取到的预算以及执行的措施 真的能够完整的执行下去吗? 所以我们看到了美国有一个伟大总统 但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制度 来延续伟大的政策 为什么呢? 美国的少数党领袖 也就是共和党的麦康洛 就直接吐槽了拜登 说这些所谓的建设以及理想都是白日梦 大所比的建设国家 这样一兆美元一兆美元的 像菜园子一样拔了白菜往外丢 不断的印钱撒钱 只会让美元大幅的贬值 而美元一旦搭理了贬值 恶性通膨就可能会来到 这个是共和党主要反对的理由 然而在实际措施上 美国的教师他也是有工会的 要记录到给教师资格的认证 改善整个教育的环境 这个首先就会受到工会的抵制 因为不合格的教师就会被辞退 难道工会会长你就合格吗? 所以说美国的公立学校教师 很多的能力是参差不起的 有很大一部分他是能力非常低落 他教出来的高中生 有些连数学都算不好 加减成数都算不好 所以这个我们要看到一件事 我们看到一个格言就是什么 少年强者国强 拜登也算是有看到这个问题 但是真的实行下去 需要克服的恐怕不是一般的困难 而在另外一方面 拜登看到的问题就是 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 真的是美国望尘莫及的速度 我们看一个数据 以中国来说 在2020年的大专院校的普及程度 已经迈入了入学率高达50%的数字 也就是说未来进入就业市场的 会在中国上面会有一半以上 都具有大学或是专科以上的学士程度 这个学士程度就是未来中国民智开化的本钱 老师还是必须说 现在的中国可以说是发财的土财主爆发户 但是民智未开 文化层面没有积极落实 台湾过去也是这样 当有一天百姓的驾取彩礼习俗 可以慢慢的淡化 碰瓷的行为入了刑法 以及996的公实制度 可以获得良好的一些改善 或是消灭 变成合理的公实 那么中国才可以会是说 慢慢进入了民智开化的时代 中华民族的再次辉煌的年代 才可能会来到 否则中国就是一个有钱的土豪 不能够称上真正的强大 文化才是那一个国家伟大的一个象征 而美国的高等教育近年也是有提升的 我们看到一些数据资料 从2000年 公元2000年开始计算 美国大学的普及率从26% 已经提升到35% 他们花了20年的时间 还是落后中国15%的百分比 15%很少 好像没差很大 对不对 各位要知道 中国是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巨型国家 美国仅有3亿2000万的人口 这一个相差15%的高等教育的基础 几乎就可以差距到美国整个大学毕业生的数量 他的好几倍 当然美国的高等教育 以尖端大学来说 是比中国强不止几条街的距离 中国是望尘莫及的 但是美国也不是每一间大学都是名校 7成以上的大学 最多也只跟中国差不了多少的程度 而以美国现在会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一半以上的工作机会都是需要大学以上的文凭 因为现在是一个科技时代 你不可能只用蓝领用劳力就可以就去做了 而对于蓝领真正扩大需求 还需要两年的时间 才能从现在美国白宫的预算案里面 慢慢的实行到的地方 所以他至少还需要两年 才能在议会通过 然后发包 然后进行蓝领去上班 这个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 而问题是这些创造出来的就业机会 以人力成本来说 他的成本又是中国的6倍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而工作效率来说 又不及中国的一半 所以整体的效率来说 大概我们只能用一句成语来形容 叫做什么四倍公半 所以美国的共和党看法 我们也不能说他完全的不对 或是酸葡萄的心理 而是伟大的政界必须有魄力以及制度的贯彻 这才能进入了所谓的施行的措施 所以拜登演说里面所提到的 习近平认为美国最大的问题 就是美国做一件事情 都需要复杂的议会程序 之后才能够去施行 而拜登所提出来这段话 与其说他在呛声中国 不如说他在示警美国跟他自己 如果再用这种政治斗争的方式来相互消耗 败亡的肯定就是美国 就像什么 就像当年刘伯温给朱元璋重复一遍 他对元朝皇帝所诉说的义军十大恶 与其说他是在痛骂农民义军朱元璋这些人的邪恶 不如说蒙古人比这些人犯的问题还要更大 如果不改 那不元朝被推翻也是迟早的事情 当然最后蒙古皇帝他没有听从 所以朱元璋听进去了 然后明朝就这么样子建立了 而反观的中国每一次的五年计划都在万恶独裁 没有人权的 还有也没有所谓的民主自由的中国共产党的 威权体制之下都顺利的进行 研发的高科技脱贫活动 建设高速铁路的网路系统 以及水电的大基建 这些还有包含了什么汽车的电力化 现在电子车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 包含了在云南的水坝的兴建 绿能的发展 几乎完全是藐视民意 知意妄为 根本就没有通过什么民主的机制 而进行了各项建设 而且还不敢说什么拆迁 拆迁这件事情 逼迫人民搬家 这太可恶了 人家只想住在自己的老房子 老农村里面不行吗 凭什么你共产党就可以勾结财团 把钱塞在人家的嘴巴里 然后一脚把人踢走 对不对 可想而知 中国大陆的老百姓 真的是对万恶的共产党 是敢入不敢言 嘴巴都被人民币塞满了 是不是 再过两三年 等中共把半导体的制成科技跟上 实现了晶片独立自主 到时候中国百姓更没有机会享受跟台湾一样的民主空气了 想到就觉得可怜 各位中国百姓 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可悲呢 对不对 不但连茶叶蛋都没得吃 现在连自由的空气都没有了 更别提前两天中国所发射的什么 天河号太空车 塔在了中国第一个自主的宇宙空间站 也是第一个世界独立国家单独使用的空间站 这个太空车发射的燃料燃烧的是什么 不是是燃料 烧的是中国百姓的民脂民膏 相信中国百姓以及在中国内的广大工资都感到痛不欲生 把这些钱拿去买辣条 它能不香吗 为什么拿去变成太空车的燃料 各位说对不对 所以中国再过两年对国力的发展也将不为是美国现在的能力可以想象的 当美国极力抗拒中国所带来的华为的5G 那么他的电动车的研发跟跟进 将难以实现更加普及的自动驾驶技术 你只是一个有电的车 但是你要当autopilot 你要当自动驾驶 那个肯定是有困难的 为什么 因为自动驾驶技术很大的层面必须两个 第一个是你的卫星 在美国的GPS精度不如北斗 而美国的网路大部分地方都还在4G 你要说5G 它会5G的讯号出来 但是速度跟4G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电动车它是需要足够优秀的网路传输的速度 而美国所使用的一个算是次等的5G设备 它是用了索尼爱立信 或者是其他的等级的一些5G 它的速度 它的能量是没有办法跟中国去比的 所以说它发展电动车的部分 必然会速度的缓慢 而当美国逐渐跟上5G发展的时候 因为政治审议而失去了这两年的光阴 或许中国已经实现了次世代的5G的力量 也就是5G的2.0版本 搭配自主化的国产晶片以及能源系统 还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鸿蒙这些智能化的OS基础程序 来取代现在由iOS以及安卓二分天下的态势 那么中国基本上他也不需要把美国当成假想敌 他只期望一件是什么事情 只期望欧美国家能够继续打压中国 那么中国的发展速度 会比过去的30年还要来的更快 为什么 因为网路速度已经不是靠你一惨一惨 一动一动干楼房这种速度了 已经是这些东西已经过去都做好了 现在是在既有的发展基础之上 努力的往上去迈进 老师还是要讲一句老祖宗的话 入则无法加佛式 外则无敌国外患者 国恒王 印度跟美国恰恰是协助万恶的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成左掌成炸的最大的推手 而美国未来的发展 其实基本上还是掌握在美国的内部的政治环境 而不是在于别人要去怎么伤害美国 因为资本市场在美国 他是一个全资本的能力 你要怎么样去影响这些采购商 不去美国不去印度去采购 而采购美国的东西 而现在印度就面临到了这样子几乎是 已经算是浩劫等级的瘟疫 那么你在印度能够产生的公益商品 到底有多少人感觉去购买他的东西 因为购买他的东西 他运到了美国去 谁知道会不会带来更大的一个影响 美国已经受够了COVID-19给他们的压力 那么现在的拜登总统 他跟特朗普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会坚决的不让印度的任何的疫情 有机会靠近美国 这是他现在绝对是放在心头上最重要的事情 世界的变化都跟印度开始有了关系 为什么 因为人口的流动 生命的流失 现在就是我们要看的关键了 好吗